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3月23日礼拜二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本港旺区街铺租值有回落的迹象 而且回落的幅度还不低 甚至乎有些街铺租值一跌就已经超过了一半 为什么呢? 无非是因为在疫情下旅游业完全停摆 连带还让香港的铺市风声喝泪 第二宗消息 林郑在今早见记者的时候 就澄清说中央没有指示香港 去处理房屋等民生问题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在旺区的铺市 仆值的情况是怎样 猜想物业股价处公布了 最新的重股应货猜想租值 根据结果显示 在铜锣湾里面 有很多商铺的租值 就录得了三成至四成的跌幅 在波斯库街其中一个地铺 现在是空置的 租值跌幅达到51% 而曾经被誉为全球最贵地段的铜锣湾罗素街 原本是名店临立的 但是经过了一年多的疫情折騰下 就已经变成吉铺随处可见了 租金也随之大幅回落 本来有不少店铺是卖奢侈品的 比如说珠宝 金器 或者名标 现在就变成了卖一些民生必需品 而在中环街市一段的王后大道中 也是吉铺临立 九龙方面又怎样 在尖沙咀的柏黎大道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店铺是吉铺 当然 现在搞得这么风声喝泪 无非就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而搞到旅游业停摆 就导致很多零售商铺 根本上就是拍乌鹰 没了生意 于是乎就是迫着推租 本来有不少业主在疫情初期的时候 都站得相当硬正 就算是原本的租户退租 或者是租了其满不再续租都好 他们都不倾向说要减租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减租是租了出去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那间店铺的租值 从而就会影响那间店铺本身的价值 所以他们开头的时候 就死人都不愿意减租了 因为占租了出去的时候 那个损失他们认为会更大 只不过由于疫情 现在就已经耽误了一年多的时间 有部分的业主似乎就开始慢慢放远了 不单止是劈租 甚至乎以往他们很看不起的短期租药 也都开始纷纷出现了 对于部分业主来说 可能他们就不愿意 将那间街铺雕空用来养老鼠 宁愿有租收就好过没有租收 就算连短期租药都照杀的了 对于那些钓高来卖的业主来说 就肯定慎笨了 一来他们就继续吃白果 一元都没得收 那你就能把店铺雕空了他 二来当其他店铺开始劈租的时候 同样地也会影响他那间店铺的租值 所以那帮钓高来卖的傻佬 其实就是双重损失的 好了 那现在这个所谓的天价租金就不再 我认为 根本上对于香港的民生来说 是一件好事来的 本来这些街铺的租金 就不应该说搞到上天价的 你一搞到上天价的时候 无疑就是将那些 专做街坊生意的店铺 就是赶着了 那些店铺 要么就是越搬越远 要么就越搬越想 那你就做了楼上铺 或者是搬去其他区 搬去新界 那你就变成了整条街道 是没有了特色的了 那你换回来的是什么店铺呢 给得起这些天价租金的 全部都是那些连锁店铺 专是卖那些什么化妆品 或者是搞药房 或者是卖那些金色 诸如此类 这些这样的店铺 就绝大部分都不是做本地人生意的了 就是专做那些自由行旅客生意的 那你就变成了整条街道 就已经不是香港人走的街道 以前只是一条尼敦道 由街头走到街尾 你说有多少间戏院 普慶 历星 伦敦 文化 你说数都数不完 现在是一间都没有 哪个还这么奢侈 可以在尼敦道那处 有东西出来搞戏院 就算是有东西的地 都拆了它 拿来建商场或者建楼 拿出去卖还赚钱 那现在那些所谓的游客旺区 銅鑼湾旺角 尖沙咀等等 根本上那些店铺 全部都是一式一样 租来租去都是那些商户 你基本上 走去哪一行 都是见到那些这样的商铺 那你说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那些商铺 在十八区不同的商场 都是有分店的 以前放假说走出去逛街 就是可以逛到很多特色的商铺 现在就逛条毛 根本上跟你楼下附近的商场 那些店铺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分别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现在那些所谓 旺区的街铺 那个天价租席 是仆值 根本上对于民生是有利的 那你那些国际大品牌 不租就不要租 是不是? 那些连锁店铺 不租就不要租 你一放出来的时候 就由那些民生的店铺去租 特别为本地人服务 这些才是街铺的意义 那当然 现在这个情况 我想也是暂时性的 疫情一搞定的时候 那些自由行旅客又好像蛙鬼出秦 这样拥来香港 那又是会搞旺 所以呢 就不需要可怜那些街铺 业主 就算现在他那间铺 那个价值下跌了 根本上 都是获利回套的 这些人 已经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左炒右炒 就炒到盆满 撥满的了 现在呢 这些所谓跌少少 根本上就是不足为据 只要那些旅客归位的时候 那些商户 又会走去租回 好了 接着我们又去讲一下 关于林郑在今天 见记者时所说的事情 他就提到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昨天就着英国金融时报 访问的内容 作出澄清 因为报道不准确 林郑就说 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的原则底下 就并没有指示特区政府要处理 例如房屋或者土地等的民生问题 林郑重申 香港是以自己的制度去推动事务 虽然中央关心包括经济民生等的事务 也都是不违离力协助 但是他就说 香港向中央争取措施 就不等于是中央作出指示 只是关心和支持 林郑说这番话 无非他就有一个不同的演绎 因为他所演绎的 就一定要在所谓一国两制的原则底下进行 当然他不会说中央直接指示特区政府去做任何事 因为他还坚持香港是有一国两制的 但是在今个月初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接见参加人大会议的香港代表团的时候 他提到 说香港住房问题有它的历史和发展过程 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 如果一直都这样 没有共识 形成不了共识 也没有解决办法 一有办法就在立法会里拉布 最后损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韩正说过这番话 当然林郑就认为 这是中央的关心和支持 而不是指示特区政府要处理房屋问题 这是你的演绎 但是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究竟张建宗在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的原话是说什么呢 如果金融时报方面有录音 那就搞笑了 哈哈哈 因为那些外媒也很喜欢发放录音 我又不知道张建宗怎么说 我不知道可能金融时报的记者的英文差 或者他理解错了 哈哈哈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也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啊 金融时报就有引述张建宗司长所说 就说有些既得利益者 就可能是要作出妥协的 这句话他就没有作出澄清的 其实整篇报道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 那些既得利益者可能要妥协 所以啊 无论新界人也好 或者是地产商也好 他们呢 迟早也是头痕的了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